地球人想必都知道姚明 他是如此出名 以至于早在2005年 NBA就魄力为其拍摄过一部纪录片 在这部叫姚明年的纪录片里 有个小片段 某个美国人接受采访时说道 为了欢迎姚的到来 各地各处都有功夫 武师等表演 话音刚落 画面随即转到一个踩着独轮车 正在表演顶碗的女生 岁月如梭 姚明而今早已退役 影片中那位顶碗的小姑娘 也已变成一位大妈 和姚明不同的是 她目前仍在为NBA服役 她在赛场上已经活跃了超过30年 这个数字不止遥遥领先于姚明 甚至超越了任何一个职业运动员 俗话说得好 铁大的银盘流水的冰 但在NBA的赛场上 似乎正上演着 铁打的大妈流水的球员的故事 在NBA 她代表了这样的一类人 与啤酒商和小便池竞争的人 一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期间 是所谓的空窗期 此时球员们需要休整 观众们也要外出方便 或者只是松一松神经喝点东西 而为了弥补那几分钟的空缺 主办方会找来各类演员 让他们进行临时性的表演活动 用某个中场表演者经纪人的话说 主办者对该类演出只有一个要求 表演必须是最新鲜最刺激的 假如表演完毕观众洗衣片死气沉沉 主办方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演员 整理好行头 回你的马戏团吧 NBA中场休息时间有15分钟 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真正允许其自由发挥的时间 满打满算只有五六分钟 这五六分钟的时间 还是观众们最不拒精会神的时刻 换言之表演者要有相当的手段 以几十秒的时间将观众的注意力 立刻重新拉回到场内 就社会的取一亿人之间有句行话 平地抠饼对面拿贼 从今天NBA主办方的要求中 我们也许能感受到 这八个字实现起来的难度 但大妈牛荣 她的真实身份便是一个 中场休息期间进行杂技表演的艺人 凭借自己精湛的表演 近三十年如一日 带给观众无限的新奇与刺激 为了确保演出足够出彩 别的艺人往往大动干戈 比如装扮起花丽胡哨的行头 再比如 浩浩荡荡率领着一群杂技团的动物 但牛荣只有两个行李箱 那些箱子既是她的办公室 又是道具间 牛荣赖以谋生的手段 是中国传统杂技顶碗 这门杂技需要的道具相对单一 她的行李箱也便显得出奇的简陋 打开箱子试之 一个化妆包 一套表演服 一辆独轮车 一落碗而已 简陋的道具背后 有她无比纯熟的技艺作为支撑 当一场球赛临近中场休息时 球馆的大灯剑刺熄灭 球员下场 伴随刷的一声 聚光灯会重新定格到牛荣的身上 她穿着高跟鞋 蹬着七英尺高的独轮车 伸开双臂缓缓进入赛场中央 球馆吉祥物把一落碗抛给牛荣 牛荣将它们从脚尖脚踝 一直摆到小腿处 有的碗甚至是正反叠着摆放的 最后它就那么轻巧地一踢 所有的碗会很听话似的 整整齐齐落在它的头顶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手 让欧美观众疯狂地迷上了它 为了表达对它的爱 美国人甚至将牛荣的形象 做进了时下最流行的篮球游戏 NBA 2K24中 以及体育频道的专业人士 还张罗着要把他这个和篮球 几乎不搭掉的人 正式引入篮球名人堂 牛荣究竟是如何走进NBA的呢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牛荣出身于山西太原的一个杂技世家 一往西为了养家糊口 他的父亲也曾走进串巷进行表演 廖地演出既艰难又辛苦 但在某次演出的过程中 父亲邂逅了自己的爱人 于是 再辛苦的事情也变得既甜蜜又幸福 牛荣的母亲也是一名杂技演员 甚至比丈夫还要根正苗红 她失从于牛荣的祖母以及曾祖母 也就是说 到牛荣这一代时 他们家已经算是第四代杂技世家 很小的时候 母亲曾经郑重地问过女儿 将来想从事什么工作 牛荣想了想回答到 舞蹈家 做一名杂技演员怎么样 母亲以不容质疑的口吻问她 从七岁开始 牛荣正式接受了来自父亲的训练 她一开始学习翻跟头和倒立 因为效果不好 转而练习高空踢完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命运 她如今把这门杂技发扬光大 甚至保持着独轮车顶碗 最多的世界纪录 跟着父亲学习两年后 牛荣被送进一所专门培养 杂技艺术的寄宿学校 在那里 她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训练 每周训练六天 每天七个小时 这样的日子她又过了六年 从学校毕业 16岁的牛荣 加入了著名的上海杂技团 此后她跟随杂技团的步伐 全球巡演 足迹遍及亚洲 欧洲与非洲 上世纪九十年代 全国上下兴起一股子出国热 各种机缘巧合之下 1990年时 牛荣接受来自外方的邀请 留在了美国 置身于异国他乡 与其说兴奋 她更多的是感觉到忐忑 牛荣几乎一个人都不认识 只能说几句简单的英语 以及除了擅长杂技 她百无异能 唯一一个优势 也可以说是一个劣势 因为老话说得好 物离相贵人 离相见 她实在不敢保证 杂技这门在中国喜闻乐见的艺术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 是否有发挥的余地 与她而言 未来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极不确定的冒险 好在牛荣天生伶俐 她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点子 她主动去和住家附近的教堂联系 表示自己非常愿意为邻居们进行异物演出 因为之前从未看过 牛荣的表演看得他们全程表情惊呆 群众的口碑让她有了去附近的学校医院表演的机会 在之后一个星探发现了她 牛荣得以在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 表演了18个月 她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她的演出继续获得满堂喝彩 观众们纷纷上前与她拥抱 与拥抱一起来的 还有一张张名片 名片上印着各个剧场经理和星探的名字 牛荣高兴地发现 不久之后 名片块和她头顶的碗一样高了 再多的工作机会也是不嫌多的 在朋友建议之下 她花钱请人将自己演出的片段剪辑成视频 然后以磁带的形式 寄给了各大马戏团 邪门的是简历投出后 牛荣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事件来到1993年感恩节的前一天 那天她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跟牛荣说 自己是洛杉矶快船队的比赛经纪人 她新签的一个自行车杂技演员 因为航班延误的关系 不能如期去往现场 但假如牛荣能立刻赶下一班飞机来的话 或许可以填补这一空缺 对方是在征求她的建议 但牛荣几乎没怎么考虑 几个小时之后就飞往了洛杉矶 她第一次去NBA赛场参加演出 内心无比焦虑 实际上连主办方也不太信任她 上场之前 快船队的人跟牛荣反复确定 以确保她的独轮车 不会损坏球馆的地板 据说NBA比赛用的地板 每一块都有编号 一块可拆卸地板的造价 动辄2000多元起步 球馆实在不愿意 因为一个新人 无端损失了场馆内的设备 牛荣非常确定自己的道具 不会损伤地板 比如她表演用的碗 那是牛荣的父亲亲自设计的 最开始其实是用塑料做的 后来才改成的金属 父亲之所以这样设计 倒不是说预料到 女儿会登上NBA的舞台 是因为她们没有太多钱 她在NBA的除子秀 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五分钟的时间里 她一共顶了四只碗 每次顶碗成功 观众席就爆发出一阵掌声 随着表演难度的增加 掌声也越加热烈 当顶到第四只碗时 观众们欢呼声地声浪 都快把场馆的屋顶给掀翻了 也是从那个时刻开始 牛荣正式决定成为一名中场秀演员 按照江湖规矩 她应该给自己起一个响当当的一名 牛荣设想过诸如顶碗女孩之类的绰号 因为不够响亮只得作罢 后来喜欢她的观众帮她起了一个 叫红熊猫的名号 红色代表幸运与新生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代表牛荣来自哪里 这个一名既简洁又足够酷 牛荣最终从善如流 因为大受欢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牛荣成了按分钟计费的人 巅峰时期 她每表演五分钟 收入高达五千美元 折合人民币三万多元 出了金钱方面的回报 很多赛事主办方也开始实打实地尊重她 美国达勒姆的棒球队 也曾邀请过牛荣表演节目 为了她的安全 主办方不惜在球场内昂贵的草坪上 专门铺设了一段交合地板 NBA更加善待她 某年牛荣的独轮车不幸失窃 勇士队豪制两万多美元 为她重新定做了一辆 牛荣当得起这份尊重 她也为这门艺术付出了太多 别的不说 她每年光是消耗在旅途上的时间 就超过两百天 就因为这样来回奔波 爱情于牛荣而言变成了一种奢望 她曾经结过婚 由于聚少离多 最后不得不和丈夫分开 那段时间里 牛荣时常哭泣 有时候甚至哭到说不出话来 除了来自于家庭的压力 牛荣同样能感受到来自观众的压迫 是的 即便人人都爱红熊猫 仍旧有观众对她抱有敌意 观众倒不一定就是针对牛荣 当自己支持的球队表现糟糕时 球迷们会不由自主拿中场演员撒气 某一次 牛荣计划在奇才队的主场参加演出 那天的比赛 照理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但到中场休息时 奇才硬生生落后对方十分 正当牛荣上场表演时 一个愤怒的球迷恰好将T恤 扔向了赛场内大大的照明灯 别的球迷有样学样 于是无数件T恤飞向了灯光 像日式一样制造了暂时的黑暗 牛荣一时之间甚至都站不稳了 他只好跳下来把独轮车交给同伴 这时观众席内有个喝醉的球迷 满嘴喷着酒气对他们吼叫 你会骑独轮车吗 在一场比赛中 球员的目标往往很明确 只要不停地扣篮得分就可以 但中场演员的任务要繁重得多 除了给观众带来精彩绝伦的表演 还要能安抚他们的情绪 虽然角色定位不同 挡不住NBA用球员的标准去评价他 借用某个主教练对牛荣的评价 他是NBA最具统治力的表演者 他的顶碗技术 甚至比库里的三分球还准 作为一名坚韧的杂技演员 牛荣的确能够克服重重困难 但也并非永远无敌 父母的亲情就是他的软肋 孩童时代 父亲把女儿抱上独轮车 手把手地教他练习杂技 牛荣永远记得这个场景 他曾回忆说 因为不熟练 自己常常从车上掉下来 但每一次 站在下面的父亲总能稳稳地接住他 即便长大了去异国他乡奋斗 父亲依旧像是在他身边 他的几乎每一件道具 都是父亲亲力亲为之作的 他是如此想念父亲 以至于2000年初 当牛荣在美国刚刚站稳脚跟 便第一时间把双亲接到了身边 终于父亲可以继续指导女儿的演出 有时候也亲自上场为他抛碗 但哪怕父亲不上场 哪怕只是坐在观众席里 牛荣也会感觉到心安 父亲就像是他的图腾 时间来到2013年 这一年42岁的牛荣算是出圈了 他报名参加了那年的美国达人秀 一路过关斩将 顺利杀入四分之一决赛 但令人不解的是 就在评委们期待他下一场的表演时 牛荣却毫无征兆地退赛了 原来几乎同一时间 父亲被诊断出患有食道癌 作为家中唯一会说英语的人 牛荣不得不放弃比赛 全身心地照顾父亲 正所谓病来如山倒 女儿的精心照顾 并没有挽救父亲的生命 一年之后 父亲不幸撒手人寰 父亲的去世 给牛荣造成毁天灭地般的打击 他似乎一下子 失去了专注的能力 有一次他站在独轮车上练习杂技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直知道碗啪哒啪哒掉在地上 碗卡住了车轮 然后牛荣一头栽倒在地 摔断了手腕 这也是他作为杂技演员的第一次受重伤 紧接着 他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牛荣把自己关在小屋里 孤独地舔尸内心的伤口 几个月不出门 一整天也不说话 就在人们纷纷传言牛荣老了 再也登不上独轮车时 修正三年后 他又意气风发地回来了 牛荣跟期待他的粉丝说 观众激情挑战 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虽然失去了父亲 但我仍然拥有生活 如今距离他的王者回归 又过去了差不多十年 迄今为止 他依然活跃在舞台的中央 当小熊猫专属的BGM大花轿响起 当他穿着民族风的服装骑车 进入球场时 满坑满谷的观众会骑刷刷看向他 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并且传奇仍在继续 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的观众 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的观众